哈喽,大家好,我是小猪,大家好,我是大坤,看看谁回来了,看看谁回来了,咱们这个黄叔叔回来了,多么的厌熟,上次踢车有多长时间了,踢车现在将近两月了,这么快吗,4月22号踢这车,4月22号从咱这出发的,对对对对,现在是5月22号,6月,今天是12号,不到两月,将近两月,将近两月,差不多四天两月,黄叔叔使用了两, 两月左右,完了又回来了,这回让黄叔叔给他分享分享,我现在多说两句,为啥我要多说两句呢,黄叔叔这个傻人人呢,特别认真,仔细,较真,但是黄叔叔有一个啥特点呢,他听人劝,虽然我很认真,但是事不多,还听人劝,完了大家一商量,你说的对,我就采取你这意见,我要是坚持我这个想法,我还要我这个来,对对吧,所以说这个车就让黄叔叔设计的特别完美,为啥今天黄叔叔来了呢,一个是到咱们这来反过来,按一个气囊减震是不是,对对对对, 对,感觉那个是,升级一下,按来一个,一对的这个气囊减震,再一个那小桌的那有个边,咱们都实际情况都说出来了,那小,那个那个主驾驶那个靠边往后靠不过去,又把那边去掉了两公分,对对对对对,是吧,这两个事儿,嗯,嗯,嗯,然后咱们让黄叔给大家介绍,这两个月来使用过程中有什么问题,然后哪些东西分享给大家,推荐给大家的,好不好,行,哎,好,有请黄叔, 中国这将近两个月的使用,嗯,呃,形成了4500公里,4000多公里,嗯,现在要不守宝就会来守宝吗,4500,嗯,小跑,嗯,然后呢,就是各个方面都非常不错,不管家具也好,呃,太阳能板,锂电池,呃,都没有任何的这个毛病,嗯,就是这个, 沙窗门,嗯,这个把手吧,啊,那把两个掉下像,嗯,他有点,就是说开门不方便,已经掉过来了,掉过来了,非常好,演示一下是咋个事儿啊,你看,这个沙窗门,嗯,过去吧,是在这边这个,拉,就是说,拉完了以后,是吧,一开始是往这边拉的,往这边拉的,对,然后现在把门掉过来之后,现在吧,往那边拉,往回拉,这样是好处的,一个呢,生人小孩来吧,他老愿意把这个, 这个铝,一整就拽,这个基本就是单独一个门框了,你啥也没有了,在里面开门,手呢,直接就可以过住把手,以前吧,那个,因为他有这个门框在这边,他手得这么45度去抠,嗯,他有点别扭,尤其生人还找不着,找不着门门锁,这个拿一来,完了掉这个就好了,就没有问题了,就没有问题了,这个小瞎吃,嗯,另外呢,还有一个这个,就是坐这个桌吧,为了好看的情况下,他室外边,他有眼儿, 看的那个眼儿,看的那个眼儿了,可是这个眼儿呢,这回经过使用了,这个座椅吧,这个角度吧,差了一点点,靠背这个角度,咱们差一点,有点,痒得不舒服,这回把这个眼儿给他去掉了,痒掉了,这回这个角度做,就是舒服了,就能痒起来了,就能痒起来了,前后的距离就合适了, 你把灯先给点开吧,好了,好了,好了,我们对,这灯啊,是非常的不错,哎,让黄叔把这个给操作一下,氛围感一下就上来了,这个灯非常亮,反正是,这个一个是灯带,还有一个这个西顶灯,够用了, 桶灯我没安,我觉得我不需要,那个底线的小桶,小桶灯,哎,在这各方面,空调也非常耗死,空调,给力,给力啊,啊,你的风量,你用一会儿,你得挂,还可以,总体来说,我用的时间短,我没,你现在这两个月左右的时间,现在出现过缺电的情况吗,没有,反正我用电时间没那么长, 就是说,一般出去吧,也就是两三个小时,用不了那么长时间,就等现在看,这个天热了,基本上你要正常的,就是暂时你还没缺电,没缺过电,从来现在就是暂时没缺过电,掉棍里放东西了吗,掉棍满满的,满满的,满满的,没有,你看这掉棍里头,基本上嘛,底下这个棍也是装满了,那回来,来到厂子里头,重新把这两个小问题解决一下子, 这个,解决的非常完美,在身上睡觉了吗,睡了,睡了四五天呀,睡四五天,这个大床够大,床是够大,咱就不展示了,给大家说一下咋个事,这个椅子,放倒之后,这是个抽拉床,对对对,纵向能达到两米,左右的宽度达到一米七一,一米七二,七一这样,理论上黄厨说比家里床还大,对呀,家里的床一米七成两米,对对对,是不是差不多跟家里床,这个床吧,就是说,两个人大铺睡,随便睡,对,随便睡,睡觉,有没有啥感受,就是舒不舒服呀,还是, 我感觉都挺累,睡上去吧,这个,挺温馨,也挺舒服,挺温馨,舒服,关键一点,你看黄叔,那个,这阿姨选的串链颜色吧,对对对,这个串链颜色是我们头一次搭配,后来发现,别说还挺好看,是不是,后来黄叔做完了之后,得有两个车友吧,选的是这个,是不是,对, 我记得是两个车友,就因为看了你的视频,这个是幽局,幽局绿,幽局绿,你看看幽局那个绿色,就是它,绿的还挺正,对对对,这个小凳,这也是当时咱们做的,对对对,里面还能储物,马杂凳,专门上车,还可以做,还可以当储物,黄叔分享分享,就是这个,这个车,因为原来是不是也没玩过这种,这种在车里住的车,没有,原来吧,就是玩SUV,床车, 小的是不是,有SUV吧,四米八九七长度,可是呢,太,站不起来,别扭了,什么东西都得拿上拿下,你要想睡觉,把东西都得折到,前头,这个桌椅上,折到棚盖上,啊,那我明白了,朋友们,也就是黄叔是有这个自驾经验的,玩过小型SUV一个床车的,最后为什么又选择了这个,这个福特这个,稍微大一点呢,车里能站下来这个床车,对,让黄叔给分享, 反正,到底有啥不同,不同的是,这个车吧,能给人一种,温馨感,安全感,家的感觉,你可以带着家去走,它唯独,没有卫生间, 咱们的服务区,好,停车区,好,上卫生间,就完事了,准备移动马桶了吗,有啊,有,也准备了,也准备了,就是移动马桶,再来就是应急用的,嗯, 那个都没问题,这个降解剂啊,塑料袋,它都有,这个车吧,它的好处就是说,既能代步,又能接娃,又能买菜,又能接娃,又能买菜,完了还能这个全员的这个利用率高,利用率高,对啊,你不旅游了,你不玩了之后,当个代步车, 哎,你上个机场接个人了,嗯,上学校接送个孩子了,上商场过过物啊,哎,停车位都能停得下,那我替网友问几个问题呗,黄叔,要,碰没碰到过陷高杆,这两个月,陷高杆,我这两个月,在咱们黑龙江这块吧,还没有碰到过,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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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主动回避它了吗,没有,就你正常走这个道,因为你跑了四千多公里,啊,对啊,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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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考虑到说哪条道有陷高杆,咱们,首先把这,作为一个,第一个,这个考虑的要素,走的话,看看有没有陷高,没有,没有,没有,都没形色这个, 也就是说,完了也没碰着,没碰着,第二点,你下不下地库,地库吧,其实吧,我有地库,我当时是为了下地库,我是定的地顶,地顶,可是经过实际考察,实际这么操作,一看地顶,确实,也就是你是有地库的,有地库的,我这个地库都新买的,去新买的,然后,然后你一开始想买地顶,下地库的,对对对对,为了这个能下地库买地顶,一经过实际,到四海店,去买的,然后你一开始想买地顶,下地库的,对对对对,为了这个能下地库买地顶,一经过实际到四海 去考察,去看,去做,试试试驾,一看不行,不舒服,那这样,还是同样一个问题,我再替网友问啊,黄叔如果说,再给你一次选择的机会,咱的车现在还没买没改呢,你是有,因为你有地库吗,你是买地顶还是买中顶,我这次我也得买中顶,就就还不能买地顶,不要地库,不管地库的事也得要中顶,也得要中顶,这个就是我想告诉大家的,好多人都是考虑到,因为黄叔也是有地库的, 亲身是实际经验,好多人也是考虑这个问题,他们就去买地顶,地顶实际感受是不一样的,还得是中顶,还得中顶吧,它给人感觉啊,不能没有压抑感,再说人能自己摇来,对对对,是不是在一米七五七六的个,你都能不顶头,对对对,挺好,挺好,完美完美,准备下一步去哪了,准备下一步就是路过咱们黑鸡辽,黑鸡辽,到山东,山东,渭海, 威海,我在威海定居,那威海定居,那有房子,有房子,那你到那之后你还得全国各地走吧,对啊,通过那个地方是一个枢纽来回,开车也好,你是坐飞机也好,轮船也好,到全国各地拿定居留,方便,温度合适,温度还合适,像一个中转站似的,对对对对,东北这边也有家,有家有房子,然后在威海那地方,我选择合适定居的地方了,然后我这还有一个移动的家,对,想去哪就去哪,太幸福了, 这不得越活越年轻啊,方叔啊,肯定的,退休了吧,要丰富自己的这个业余生活,把自己的退休生活呢,尽量的搞好,这个把晚年呢,过得有滋有味儿,哎呀,鼓掌了鼓掌,说得太好了,方叔,那就这样吧,这样吧,然后那个,后期,这个在路上, 咱碰着咱们网友啥的,是不是啊,再给大家分享分享,啊,有有网友在道上碰着,这个这个车这么漂亮,一开门这么漂亮,那没跑了,就是咱们黑龙脚老黄,对,是不是啊,就是咱们黄叔,以后在道上吧,会碰上各位网友的,嗯,在一起交流,在一起切磋,对对对对,我们吧,也会做视频,这个在这个西瓜头条啊,西瓜视频的头条会,会发发视频,你们叫什么名,叫东方爱旅行,东方爱旅行, 对对对,自己也做自媒体,是不是啊,哎呀,做得滑就是,可以关注一下,可以关注,你看我们是,基本上是会把那个车友们的那个自媒体的账号,都会这个给大家说一下,然后让增加曝光量的,是不是啊,然后大家也互相关注一下,嗯,谢谢,那就这样吧,黄叔,好好好,那拜拜,拜拜,拜拜,再见,拜拜,再见,嘿嘿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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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